中国电视剧金银奖观众最喜爱的男女演员投票第二阶段转眼进入了第七天,各路粉丝投票比几日去白热化。 这第二阶段的观众投票最终要却出观众最喜爱的男演员奖两名,观众最喜爱的女演员奖两名,娱乐权是否可以这样理解? 在最后截止投票时,男女演员观众投票,各抢两名的就算,是得到此感象了呢? 不得不说,李一峰的粉丝团强大到天际了,李一峰在男团第一宝座始终如他二三顶上一颗松屹立不倒,李一峰的票数已然达到了六位数的十万多票,是其他男演员所望成莫及,渴望而不可及的存在。 胡歌在亚军的位置上待了两天了,再没有出现与李一峰拉锯战的状态,进军张艺兴与亚军胡歌的票数相差了七万多票,六个柳云龙也还在老柳的位置上原地踏步。 再来看一下女团方面的比拼情况,迪丽热八依然坚定在冠军之外,无人撼动杜孤球班,亚军刘涛比冠军迪丽热八的票数差距继续拉大, 竟然相差七一万七的票数,倒是几只杨子与亚军刘涛之间的票数相差不大。 刘涛随时有被杨子迎头赶上并且可能反超的几率很大。 各路经国,各路好汉,本评论与乐全战,在兄弟的立场一视同仁。 如果评论的言辞有所修饰,有所赞誉,那也是被各位爱豆粉丝们投票的热情所感染,所激动所致。 感谢李杰,一并感谢你阅读此文。 如果喜欢本视频,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别忘了按赞哦。